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幾年來 兩岸高層的會晤 包括我們連先生 吳伯雄先生 蕭副總統 還有江平坤等等 跟對岸胡錦濤先生見面以後 都會有16支箴言 其中有些可能說是面對現實 求同存異等等 但是有八個字是一再的重複的 那就是各自爭議 共創雙贏 那麼這個各自爭議 我想這個就非常非常重要 假如沒有爭議的話 就沒有什麼好各自的 要各自就是因為有爭議 那麼這個爭議是什麼呢 就是中華民國存在 否則哪裡來的爭議 但是假如說兩岸還是繼續在這個爭議上去纏鬥的話 就是兩敗俱傷 所以兩岸說好 確實有爭議 我們把爭議擱置 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個兩岸修兵能夠是可行 就是因為兩岸決定擱置爭議 活路外交可以走出一條路出來 就是因為兩岸決定擱置爭議 而且兩岸都認為擱置爭議後 是就能夠創造雙贏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是我們現在維持現狀 是符合兩岸以及國際社會的利益 國際社會當然就會肯定支持 因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 在這個地區裡面 都是有很重大的戰略跟經濟利益 所以他們都不願意看到這個地區有任何的動亂 我們現在維持現狀的話 就是有原來的麻煩製造者 改為和平締造者 對他們的重大利益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定心碗 所以國際社會都很肯定我們新的這個做法 這一點是這個 為什麼我認為可行的這個道理